美国围堵报复中国 抖音果然成了下一个华为 它在全球拥有8亿用户 川普先是要封杀国际版抖音 从澳大利亚到日本 各国跟着川普 也拧要围堵中国的APP 由于收购抖音的微软 有CEO和川普见面之后 今天政策大转弯 微软希望收购抖音 而美国抖音业务的股权计划 现在有45天可以跟抖音进行谈判 中国创立的抖音是一种短影音城市 刚刚说了全球8亿人在用 绝大部分是20岁之下的年轻人 三年前抖音推出海外国际版 增长非常快速 它曾经在美国市场占第一位 美军都用抖音来招募新兵 2019年美国智库警告 他们认为抖音可能成为 中国实施间谍战 或者渗透美国民意的工具 在今年7月颁布了港版国安法之后 抖音的海外版会全面的撤出 香港市场由中国版接手 这时候美国就第一次表示 要封杀抖音 最近在上个星期五 川普说8月1号就要签个行政命令 强制禁止抖音在美国有任何业务 这时候有意收购抖音的微软 就暂缓了协商的进程 微软CEO跟川普讨论之后 川普点头重议 因此是微软方发出声明 表示9月15号就是未来45天进行协商 希望9月中微软收购抖音 结果底定就会出炉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傍晚 抛出震撼弹 声称即将签署行政命令 封杀抖音国际版 事件延烧整个周末 最新进展是不但不封杀 还要让微软再想45天收购谈判宽限期 再度上演川氏法甲弯 国际安全问题 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 因为TikTok是中国的基础 虽然他们说 美国总统用户资料 都在美国博物资料 在美国博物资料 然后在新加坡 这不足够 这必须是美国的公司 样式国际频道CGTN3号在官网刊登这则政治漫画 奉刺这是一场国际元首的撞球游戏 美国山姆大叔以国安为母球 逐一瞄准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 华为已经落袋得分 抖音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下一个目标 但幕后动机并不那么单纯 6月20号奥克拉荷马州的川普造势大会 抖音上出现只领票不出席的影片风潮 导致全场座位只来了不到三分之一 让川普难堪 开始将矛头对准抖音 科技界也认为 川普喊出要禁抖音是维护国家安全 事实上是为了展现他对中国大陆的强硬 为竞选策略的一环 从个人隐私信息这一点来看 TikTok做的跟其他公司都没有什么区别 从这一点来说 总统并没有太多的法律基础来 禁止这个应用本身 年轻人是抖音爱用者 估计全美有八千万的活跃用户 在川普即将开闸前夕 加快脱手谈判脚步 微软执行长更在周末亲自与川普会谈 强调收购抖音后会全面检视安全问题 而且放眼未来 抖音2021年营收上看台币一千七百多亿 怎么看都是一笔划算交易 双方展现十足诚意 才让川普点头将谈判期限拉长到9月15号 不过同一时间 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却同步增加了 对抖音 微信等中国软体的压力 扬言将在未来几天发动进一步的制裁与打击 美国政府开出的两条退路 出售或是背禁 对抖音来说都是下下之策 传出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其实并不想将美国营运权卖给微软 正在眼里将美国业务完全拆开 今后与母公司将毫无瓜葛 目前澳洲日本都传出效法跟进 针对抖音是否涉及国安问题展开调查 而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个资隐私泄露 会在微软收购之后就完全消失吗 2016年问世的抖音 一上手好操作 创业影片让素人也能拥有一片天而爆红 2017年展开全球化布局 至今版图覆盖超过150个国家 市值1.4招台币 只因为Made in China而被拉进中美角力战中 连带造成海外经营被打乱 成为抖音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